大家好,我是红彤 我过去有过失败的婚姻 所以我有八九点的时间 没有想到再寻找另外的永恒伴侣 一直到2021年11月 重新找回我的核心价值之后呢 我才又开始揽起了 我想要寻找一个永恒伴侣 一起组成一个幸福家庭 这样的一个念头和想法 那个时候开始 我遇到了几个对象 但是都没有很好的结果 那一直到我在跟小基老师 做完一对一的咨询之后呢 才真正的找到了我的问题的癥结点所在 我的原生家庭 父母总是吵吵闹闹的 我经常想要逃离那个家庭 所以我很早就结婚了 我总是很用力的告诉我自己 我不要不和谐的家庭关系 婚姻关系 可是潜意识就是这么特别 你越是抗拒你 越是不想要的 他就活生生的成为你现实生活的写照 因为错误的潜意识设定和连结 我一直遇不到适合的办理 那另外我还有一个很错误的设定就是 我一直认为呢 爱是不求回报 但是呢 如果你在你的感情世界 你的爱你的付出是不求回报的 那么你得不到对方的爱 或者是对方没有给你适当的回馈 甚至你的感情最后无疾而终 不了了之 这也是必然的啊 所以呢 我真的很开心 遇见了小记老师 他找到了我所有错误的潜意识设定 那帮助我把这些错误的连结跟设定 全部移除 然后重新放上我所渴望的生活的那个样貌的潜意识 并且 当我的伴侣清单 确确实实的照着我所期待的样子 重新设定下来 也做了连续100天的潜意识的操练 非常神奇的 我的生活确实有很大的转变 那就在两个多月不到三个月的时间 符合我设定的范里 他就来到我 我真的知道幸福的人生是可以达成的 如果你跟我有同样的困扰 那你也渴望拥有幸福的人生 或许你的潜意识也做了错误的连结和设定 快来跟小记老师做一对一的咨询吧 相信你也可以和我一样 翻转你的人生 获得幸福快乐100分的人生哦 祝福你